我們最後面還有一個就是怎麼輸出 那首先當然還是建議各位你可以先儲存檔案一下 在左上角這裡 左上角這邊它這個叫保存工程 它的副檔名是FS 那你就可以把它先儲存下來 比如說在這邊我就把它儲存 那就看你要什麼名稱 我想這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再來我們看右上角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輸出 對不對 輸出你就從這邊把它輸出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三個選項 我們免費版本主要能夠用到這三個選項 那第一個就是會發佈到雲端 你可以先給它一個標題 然後選擇你要放在哪一個類別裡面 這類別一定要選 就是你要在哪個類別 再來就是你要不要公開顯示 公開的話就是別人可以看得到 別人可以看得到 不公開就是你自己知道網址 就是自己進去管理 再來 它裡面呢 其實你們剛剛在看我的那些內容的時候 下面這些 下面這幾項 主要跟搜尋引擎比較有關係 跟搜尋引擎比較有關係 比如說你希望人家透過搜尋引擎找到哪些內容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內容就相對放在裡面 還有一個是什麼 載入的時候 你在載入的時候 你的標題是什麼 那個loading 有沒有 你剛剛看到我那個載入的時候 不是有什麼什麼東西載入中 那些一定也可以做一個選擇 也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如果ok了之後呢 比如說這是那個 好那我就把它輸出 可是我現在變還沒有註冊帳號 有沒有 我現在還沒有登錄 還沒有登錄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帳號的話 你沒有辦法輸出上去 那就是來這邊 剛剛講的這是國際版 所以你打自己的信箱密碼 兩次就ok了 同步的在網站上 它會建立一個 等一下我們一起 點上去看一下 就知道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管理 比如說刪除 或者是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這樣ok嗎 那我先登錄一下我的 對了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應該知道怎麼做吧 蛤 就是這裡 你不要用自己的信箱嗎 蛤 蛤 你們都這麼真心喔 萬一 萬一你後悔了怎麼辦 那你不是常常會收到 垃圾信嗎 對不對 欸 有一個關鍵字你要會喔 這個 我有寫部落格 你不應該 不能不該 不知道的叫做這個 底下 你不可以 你怎麼可以不使用的關鍵字 那你了解嗎 拋棄式信箱 如果你真的 就是 覺得這個 我就先試看看 我還沒有決定好 要不要用 你就Google一下 拋棄式信箱 就好 等一下去看看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隨時找到什麼 我用關鍵字找 好 拋棄式信箱 好 拋棄式信箱 OK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大部分我都用10分鐘的 好 現在這樣有沒有就產生一個信箱了 這裡啊 那你所有收發信箱都在這邊 好 所以如果 10分鐘過後 就自動銷毀 就找不到你這個人 萬一真的 10分鐘還不夠 你就這樣 不然再給我10分鐘 你就繼續再用下去 這樣了解好 那收發信件它在下面 就同一個資料夾 在這邊收發信件就好 所以你如果 萬一 有些時候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用這個方式對待它 沒辦法 因為現在很多服務都要求你要怎麼樣 要那個 這個 啟用信件 蛤 驗證 驗證嗎 對啊 用這個時候驗證嗎 就是用這一招啊 哈哈 看 反正 什麼服務都有啦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看 我就先登錄一下 按輸出 它就開始把它傳送到雲端上 就傳送到雲端上 那 利用它在處理的過程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邊 您進到我的這個裡面的時候 有一個 我部落格上面 因為我都好像還沒有自我介紹 我的部落格上面其實有一個選單 就是有關於這個創意簡報區的 那我在上面呢 主要用兩個 一個是Predy 這個 我最早是用這個 最早用這個 所以 你點過去呢 它每一個 因為都有帳號了嘛 所以你就會 等於說 你如果有公開了 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 好 就可以直接看到 另外一個呢 是Predy 它也有 所以我說 其實這兩個真的很像 只是說 Predy 它相對來說 就是速度比較慢 但是它現在也有新版本 它有一個叫 Nex 等一下 我還沒有時間介紹 我有看到 那 這裡呢 有沒有 你就可以像這樣進來 這樣 有了解了嗎 像這樣在這裡面 你如果說這些公開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公開瀏覽 就可以讓人家直接上去看 那你也可以分享出來 也可以分享出來 那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這邊 應該快好了 這邊 因為如果你有用到 中文字型比較多的話 上傳的速度會比較慢 因為檔案相對比較大 相對比較大 所以這個地方 稍等一下下 那我們 從這裡 我從這邊 我登錄一下我的給你看 好 如果你有登錄帳號的話 我們在這邊 你就可以來這裡做管理 在他左手邊這裡 有一個我的 有沒有 my presentation 這個地方 你可以做管理 當然你也可以用資料夾 那你看 剛剛我們的 其實已經傳上來 只是還沒傳完 有沒有 已經傳上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比如說我把它刪掉 你就在這邊 那要不要開放 要不要刪除 要不要開放 是不是都在這裡 這些都可以用 那你分享出來的 到底是哪一個網址 也可以從這邊 再去重新取得 等於說你在上面可以做管理 如果你已經有發布到上面來的話 這對我們一般在使用 就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還可以接受 好的齁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如果完成之後 他也會把那個網址秀出來 好 也會把網址秀出來 然後也會 顯示一個QR Code給你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用掃描的 這樣 這裡 有沒有這樣都展示成功 他有沒有給你 你的網址 你的QR Code 對不對 你就可以直接拿 雖然也是 短紙啊 但是老實說 前面這一段 就是你的帳號 就是你的那個 你專屬的網址 然後後面加上他一個 可是這樣還是不好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延伸一下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GG.GG 因為說真的 短紙 大部分短紙 實在是有過難記 又分大腳寫 QR完後 雖然看起來人性 但是人眼看不懂 哈哈哈 老實要透過行動中 正點還看得到嗎 有時候 因為他翻出來之後 又是很長 又湊又長 你也不會去特別記他 但是呢 這個就相對容易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一個 我剛剛產生的這個短紙 對不對 這個啦 就是我的網址 我覺得這樣還是不好記 沒關係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拿到這個GG點放進去 但是你不要那麼快就產生 因為這樣你還是會看不懂 所以請你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有沒有一個Custom 這裡 制定 那你就可以自訂後面的 當然用自訂自己的前提就是 必須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說你跟我的一樣有沒有 嗜好相同 對不對 他很抱歉 就被人家用走了 所以你就必須要弄 比如說像我用今天的日期 我大部分是比較用今天日期啊 可是因為今天日期是被我用走了 那就不能用 所以你可能後面就要再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我知道 欸04 04 那我還沒有用 我就按一下 這個就我專屬的網址 有沒有 這樣子 我把它貼上去 你看一下 他就會自動轉到我們剛剛那個簡報的網址上 有沒有轉過去的 這樣比較人性吧 科技不是始終來自於那個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載入內容的logo跟剛剛不一樣 所以他那個loading的這個也可以改喔 loading的前面那一塊也可以改 這樣有沒有發現東西就 感覺跟那個不相同的 但是當然有些土檔比較大 他就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下一頁 是不是剛剛的都在了 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了齁 所以其實 Focus在你說難不難 不算太難 專職如果不是唯一的 他會出現 告訴你已經被人家用了 對對對 他不會說讓你去強迫 他就是會再做一個檢查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樣你們要分享啦 其實相對容易啦 而且回去真的會記得 哈哈哈哈